及时新闻综合报道,澳洲一名妇人陷入网络爱情片区,被自称是美国军人的男子哄骗帮忙携带背包至中国会面。 未料过境马来西亚时遭茶或背包里夹带了安非他命,最终可判处死刑。 她的案情封回路转,今天或判无罪。 综合媒体报道,澳洲妇人艾克斯·波斯托·莫利亚·艾克斯·波斯托于2014年12月在吉隆坡机场遭海关人员查获一一公斤冰毒,但当下妇人却宣称对夹藏背包里的冰毒毫不知情。 妇人说,此行事前往中国与一位在网络上自称是美国军人的史密斯上尉,Captain Daniel Smith,见面,对方哄骗他帮忙带这个背包。 妇人2014年12月被捕后,遭检方起诉可能被判处死刑。 所幸最后高等法院法官接受了辩护律师的说辞,认为妇人对背包里为何会有毒品? 一无所知,因此判无罪。妇人听闻判决后,紧紧抱住儿子,泪水也随之夺矿而出。 他在法庭外高兴地说,我现在很开心,我自由了。 马来西亚在穆斯林站多数,依照当地法律被查获期待结晶奖基安非他命达五十克都被视为贩卖毒品,若被定罪将判处死刑。 这项案件对于今年已因毒品犯罪判出数百个死刑的大马而言实属罕见。